這一列,這一到最右邊一欄 這樣偵測的話,總共有幾列幾欄 一樣的話,這邊有個NAS 一樣都是一對的 一到中間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呢? 把我現在一月份的所有資料搬到第一季的話 我就直接告訴他說 我要搬過去的寫在前面 我要搬過去的是第一季 那你這邊可以寫成 SHITS 挖湖 那我用第幾個好了,第四個 點,後面有個Sales Sales 然後呢 他放的位置剛好跟我這邊是一樣的 IJ 也就是說我放的位置,那等於什麼呢? 等於一樣的 如果說我現在的這個 這個工作表我直接就用這個IJ 因為我現在游標是放在一月份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就可以把我一月的所有的東西通通超到 這個第四個工作表 那我現在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季裡面有沒有東西 第一季裡面 假設我這個上面的東西也把它刪掉了 這都刪掉了 那我現在要把這全部的東西通通全部超到第一季的話 基本上寫完剛剛的程式 就完成了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剛剛錄日劇是會切過去 再切回來用複製的方法 現在的話呢 我現在就是完全沒有 沒有切過去吧 但是資料有沒有過去呢? 其實你可以切過來看一下 有沒有?日期過來啦 為什麼?因為它是利用呢 就是指定的方式把我現在裡面的紙丟到一樣的儲存格 儲存格一樣的這個第四個工作表的一樣的位置 所以我全部跑完會怎麼樣呢? 跑完了對不對? 切過來看一下 第一季裡面有沒有一模一樣的東西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意思 就是全部指定 那如果我說我今天 一樣的方式 如果我今天 這個是第一階段啦 如果這個原理原則 我想各位慢慢去了解一下 那如果我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做個變化 什麼樣的變化呢? 我希望利用這個回圈 把所有東西抄過去 那除了可以抄第一月份之外的話 那二月三月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抄過去呢? 當然可以啊 只是說呢 那我抄過去的最下面一列 的位置可能要變更了 對不對? 那怎麼樣做變化呢? 特別需要這個地方的話 我必須要把它做個修改 後面的話 我把它改成底下這個部分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那最後改完之後 才可以達到我們要的結果 就是 類似像這樣 就是清除掉 這邊點下去 一月有沒有 二月三月才可以出來 那請各位先練習一下 就是 只是單單一個月的VBA的程式撰寫 該如何做 我特別注意喔 你們在做這個動作之前 有可能喔 可能會發生那個 無窮迴圈喔 所以我建議各位先 先要不就是先存檔 再來跑一下 那完成的程式碼喔 一樣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啦 其實沒有幾行嘛 就這幾行 盡量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打打看 後面先換給各位講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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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